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是 新政府还没有上台 中国就已经开始限缩台湾农鱼产品的销售 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赞台湾的资源回修 足以媲美德国等其他的先进国家 自由时报则是报导 中研院研发出快筛晶片 在30秒以内就可以测出是否罹患癌症 了解完三大报的头条接着来看 立法院初审通过 未来如果在收费停车场 违规停在身心障碍停车阁 最高将会被处以1200元的罚还 业者如果发现违规占用的情况没有通报处理 最高可以开罚3600元 假日商场停车位一位难求 有的民众贪图方便 居然就停在身心障碍或孕妇亲子特定对象停车阁 为了维护身心障碍者与特定对象权益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 停车场法第32条修正草案 民众如果违规停在身心障碍停车阁 将处以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发还 交通部表示这项罚则在修法后将适用于所有收费停车场 跟扩及一般商场百货公司餐厅的收费停车场 除此之外 如果业者发现民众违规占用 没有向主管机关或警察单位告发 业者将会被处以1800元到3600元罚还 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阁有被违规占用的话 他必须要去通报主管机关或是警察机关 那如果他没有接一个进到这样的一个通报责任的话 那会处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 那其实我们是还蛮乐观启程的 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会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约束力 立委表示国外占用特定对象停车阁很少见 相对于国内被占用的比率就相当的高 显示出民众的公德心还需要提升 交通部呼吁停车场业者或商场百货 如果有发现民众违法占用 应主动告知移除 希望能够为特定对象打造一个更友善的停车攻坚 这里是华生保罗台北报导